觀眾朋友你好 臺灣有一種職業呢 受到社會的高度尊重 那薪水當然也還算不錯 可是這個職業呢 很多人叫做 有命中賺錢 沒命中買啦 怎麼去想像一個禮拜工作的時間 是150個小時 一天是24小時 一個禮拜七天 你要工作到150個小時 那個平均下來每天 一個禮拜七天 你每天得工作21個小時以上 或者是說你要連續上班工作 十三天才只能休一天 這個不是唯一人聳聽 這是衛福部之前在針對所有區域醫院 所做的住院醫師公時的調查 有些醫院的醫師呢 就是他的公時 單週超過150個小時 是不是醫師過勞時 變成是理所當然了 所以最近的衛福部提出來說 好 我們要在八年之內 讓住院醫師逐步的可以納入 勞基法的這些規範 可是很多醫界大佬說 那千百萬 為什麼這些住院醫師需要工時這麼長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醫師不夠 所以他們要這麼長的工時 你如果把現在這種單週都超過100個小時 是非常理所當然的情形 你要降到八十八個小時 甚至叫做一個禮拜 你只能工作四十個小時 一個禮拜工作五天 一天工作五八個小時的話 便宜就到了 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解決 對於病患的權益 很多醫院的這些院長級的人 他說呢 如果真的要大幅降低 醫師的工時的話 那麼醫院只能被迫 大幅度的減少病床 而且如果開刀開到一半 醫師白袍脫下來 說 抱歉 我八點鐘夠了 我要下班啊 那躺在這個手術台上的病患 怎麼辦呢 可是有很多醫師講說 如果說每個醫師都已經累到 都快要倒下來的時候 你這時候談醫療品質 真的是叫做圓木求魚 我們來看看一些情形 在之前八仙城報 應該很多觀眾都看到 這張照片 醫師淚攤的 這當然不一定是住院醫師 那所有的醫師 全部都淚攤的 那個是特別的時候 可是住院醫師淚攤 幾乎是每一個醫師 都是淚攤 這個情形呢 在所有的醫院 應該都會常常看到 我們來看看 這個所謂的一個禮拜 工作一百五十個小時 真的不是我們自己 在委員聳聽 這是根據醫改會 他所提供的衛福部 在一百零二年所做的 住院醫師公時調查 我們來看看 整型外科的住院醫師 一個禮拜工作多少 一百五十個小時 這是衛福部所提供的資料 這個問題怎麼辦 醫師真的不應該納入勞基法嗎 如果納入之後 醫院真的會倒掉嗎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特別歡迎是 臺北榮總的住院醫師 陳炳輝 陳醫師 我們再歡迎是 彰化圓榮醫院的院長 同時也是臺灣醫院協會的 監事會主席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秘書長蔡明中 蔡醫師 大家好 醫療改革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朱顯光 大家好 特別歡迎是 其實他就是那個科P下面 這個葉克膜小組 臺大醫院整合醫療照護病房的 主治醫師 同時也是醫勞盟的政策委員 蔡宏兵蔡醫師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醫師 為什麼不能納入勞基法 勞基法 現在已經包括勞工 甚至包括護理人員通通都已經納進去 但是為什麼醫師不能納進去 納進去之後 真的醫院會倒掉 納進去之後 真的病患的權益會大幅受損嗎 來看看 五年前 臺南奇美醫院住院醫師蔡伯鏘 疑似因為工時超長 在開刀房昏倒 命雖然搶救回來 但是卻腦部受傷 記憶力受損 其實類似的狀況 普遍存在醫界 為了避免醫師過勞情形再發生 衛福部打算在八年內將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規範 以保障醫師的勞動權益 醫學系七年制變成醫學系新制是六年 所以那一年其實住院醫師人數會有增加1300名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降低對於醫院裡面的衝擊 衛福部表示將分三階段保障醫師工時 短程從今年開始將每週公時88小時納入教學醫院評鑑項目 中程是從2019年透過醫療法規範將公時降為每週78小時 長程則是八年後2023年將住院醫師正式納入勞基法 將每週公時降到68小時 考量到病人的一個人命的生命安全啊 還有病人的就醫權利啊 然後因為現在醫師人力有缺口 目前勞基法的公時上它是確實是有一些治安難行的地方 而勞動部則是認為畢竟醫師工作性質特殊 一旦有公時規範恐怕將出現醫師人力不足等問題 而衛福部回應表示 從明年起將恢復招考公費醫學生 也會適度調整專科護理師權限 以減輕住院醫師負擔 會盡快補足醫師人力 記者來說明講龍翔 台語報導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陳醫師 我看到這個衛福部的這個資料 調查報料我嚇了一大跳 就其實記者公時也很慘 可是了不起一天就工作個十個小時 十一個小時最了不起十二個小時好了 然後你總是該睡一下吧 總是該睡個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總是該吃個飯 可是我看到真正怕死 一個禮拜喔 不是兩個禮拜喔 是一個禮拜工作一百五十個小時 這是整型外科的部分 然後神經外科呢 大概也有一百二十個小時 一百二十個小時 一百二十四小時 然後皮膚科可以工作到一百二十八小時 泌尿科工作一百四十五個小時 你都不用睡都不用吃 我跟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說明一下 第一個事情是我覺得要理解的事情 是醫師的工作狀況 其實跟一般的勞工可能會有所不同 我們的公時裡面有很大很長一部分的時間 其實包含的是值班 那這個值班呢 有可能你整個晚上或是整天 可能都沒辦法睡覺沒辦法休息 有可能一直在工作狀態 也有可能是你中間可以得到片刻的睡眠 或是片刻的休息 所以這些可以爆出一百五十個小時 或是一百二十幾個小時的狀況 其實我們把那個公時的計算 其實包含了值班 那其實事實上在 因為他們基本上 值班當然是在工作 對 對 對 但是他們基本上 我要說的事情是說 其實這個還是非常非常的累 但是他們會 我們必須要找到方法 跟早上時間讓自己休息 不然你一百五十個小時都不合眼 基本上人很快就會往生的 你可能已經快攤的時候 躺在地上或是桌上睡個十分鐘 然後病患又在按鈴的時候 你又趕快跑回去 處理完之後你再去睡個十分鐘 然後又去處理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會說 其實通常我們不會期待說 晚上值班的頻率跟強度 有到這麼長 可是問題是有時候 確實真的是有可能會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很看運氣的狀況 你有可能一個晚上 可能可以睡個三四個小時 可能有一個晚上幾乎都不能睡覺 那基本上這些時間 全部都算在值班裡面 那第二個問題是其實 我們待會也可以再繼續細究這件事情 衛福部的公時到底是怎麼得來的 我覺得是很值得探討的 有些狀況你會看到說 公時好像好像太低 跟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不一樣 有些狀況你可能會覺得 公時好像太高 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衛福部到底怎麼樣 去計算公時的 還有他到底怎麼樣 得到這些資料的 是誰來填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有沒有辦法 是呈現一個正確的狀況 那你平均下來 一個禮拜公時是多長 以我的狀況的話我會 當然我沒有去細究 我必須要講的是 其實醫師跟很多 其實同樣在醫院裡面 很多人都要打卡 可是我們連卡都沒有得打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每次 我每次寫問卷 自己也不知道上了多少班 我自己我也不知道 比如說我可能會 星期天我明明沒有 我明明沒有值班 可是我可能會 我工作沒有做完 我就回去再補做一些 我的病例的文書作業 所以我的工作 可能是被切得很零散 我可能會 因為沒辦法確定 我自己工作的時間 到底多少 可是我之前 我有大概算一下 我覺得至少九十個小時以上 可能到一百個小時之間 可能是跑不掉的 對 你敢不敢 我覺得就是 當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然後你身邊的人 也會很痛苦 因為你爸媽可能會覺得 奇怪 我兒子到底跑去哪裡 沒看到人 那你可能你的家人 你朋友 然後你的女朋友可能也會覺得 你的男朋友可能會覺得 教這個男朋友不如不要教 根本就沒有在教這樣 就是覺得 就是很少時間可以跟他相處 不知道在幹嘛這樣子 不過院長我想請教 就是你們 你們其實都是過來人 是 那真的是很不合人性 一個禮拜 不要說那個一百五十 應該是說少數的這些科別 整形外科 或是皮膚科 泌尿科 可能真的是普遍操場 可是一般平均下來 超過一百小時 是理所當然 比比皆是 但是就不合乎人性的 這個四大科或者講五大科 因為急診室大概排 因為他是排班制 那其他的這四大科 其實大部分的科別 住院醫師大概 在大型的院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想我啦 參院秘副長都是 我想我們都是過來人 其實我現在 我想我現在這個樣子 也是有點 有點疲勞的感覺 有點過勞 我想院長也會過勞 其實醫界 其實我想台灣的醫界 都蠻辛苦的 所以不論是住院醫師 主治醫師 甚至於我們當院長 其實在台灣的醫界 其實很辛苦 那我自己回想 就是說二十多年前 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我們大概 就是看去的科別 在內外科 這種大科 大概幾乎 幾乎都是兩天到三天 要排一次班 那個班就是整天 只班到二十小時 到隔天繼續上班 今天上了班下班之後 直到隔天 隔天再繼續上班 那每兩天到三天 要只一次這樣子來班 那其實是很辛苦 當然我自己也覺得說 這個不合理 不過就是說 當然也有些情況是 很奇怪 就是在晚上 反而有學到一些東西 就是像我們那時候 晚上就奇怪 那個吐血的啦 急性心理梗塞 早上一大早 特別常發生 就是有些狀況 是在這個下了班之後 學到的 這也有啦 但是我想這個還是不合理 因為這個 還是這個人 總是有一個一定的這個 耐受力 所以過頭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品質 所以為了品質 我想站在醫院的立場 站在我想 包括我們醫院協會 大部分的醫院 我想都不會反對 住院醫師 必須要有一定的公時規範 讓他們有一個 合理的上班的一個狀態 這樣子來維護一個好的品質 但是我想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一定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這個配套措施 也就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我想 這樣子的人力狀況 已經很吃緊 如果再加上這個時間的調整之後 他一定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下去 否則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的服務是不能中斷的 所以面對的也不是產品 或者是機器 而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的生命 所以這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產業 在做規範的時候 一定要有另外的想法 一定要有合理的配套 甚至於有一定的彈性 因為現在目前 光是我們把一些特殊單位的護理人員 納入勞基法規範 比如說開套房 是 就引來很多的問題 我們也遇到這個勞動部的勞監所 來檢查的時候說 你這開套房 開了 因為八個小時 加兩個小時 加兩個小時 就一點三三一點六六倍 這樣子的一個加班 指數到十二小時 他多了三十分鐘 這個超過法律規範 可是他就是一條人命 在table上開刀 那你要他這個護理人員 就這個時候下來 當然現在是沒有規範醫師 規範的是護理人員 那護理人員 他也覺得他的工作責任 必須要把它做完 可是這樣做違法 這樣做違法 所以我說相對的要建立這樣的法律規範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 而且我想就是說 光是這個人力的部分 我們像我們明年改成四十小時每週 以前是兩週八十四小時 光是多這四個小時 我們計算這個人力的負荷 大概就可能要增加五%以上的成本 所以那你是不是在健保的給付這一端 也要合理的 這樣 因為現在是採總的給付制度 他這個支付的這個部分 你收入不會有太大的明顯增加 可是你的成本大量的增加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配套的一個需要 關鍵要考考慮的之一 最重要最重要 我還是覺得最強調的是 因為我們的產業特殊 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產品 我們不是在製造業做產品 我們是面對一條生命 這是非常非常需要跟我們的所有社會大眾溝通的事情 或者是我想我們的主管機關 要必須特別正式的問題 律師長你支持醫師納入勞基法嗎 因為現在初步不是所有醫師 主要是先針對住院醫師 可不也不是說今年就要納入 是八年才要納入 你支持嗎 大家的角度會覺得 今天醫師公會的角度到底怎麼樣 我這邊也很沈動的 剛剛聽到住院醫師談 也看到了醫院的經營者 張院長我學弟也談了 今天以公會的角度 我前面的把標示寫得很清楚 我們贊同醫生要納勞基法 但是後面我加了一句是什麼 我們要循序漸進 臺灣的醫療產業 從過去到現在為止 他很多不合理的現象 都讓醫師經由不斷的過勞之後復出 那我應該講的一件事情是 事實上這些年輕人 他們這些住院醫師的想法 我們除了不捨之外 我們也會很疼惜 但是回過頭來 在公會的角度 如果說今天為了馬上符合 住院醫師很多階段的話 那產生了一些問題 產生到病人端的一些問題 剛剛主持人講了一件故事說 開刀開到一半 我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我要下來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不可能發生在醫界 換句話講 從過去到現在為止 醫界一直在這個問題上 一直吞下去 我就是做了 做到完整 我自己是主治醫師的時候 我曾經在手術台上 連續站了二十個小時 我也不知道我的尿跑到哪裡去了 真的就是專心一直開 護理人員換 助手換 交替 主治醫師不能動 但是對病人的照顧 這是我們全聯會 一定要有的職責 照顧病人的安全跟健康 那在這樣子情形之下 對於醫生的過勞 我們也要想辦法去解決 張院長提了 這是配套要做好 所以這個配套 醫療要記得一點 一個醫師的培訓 學校六年七年 還要住院醫師 升到主治醫師至少十年到十二年 是 一個培訓的過程有十二年 十二年 現在談到立刻要改變 那你想想看 銜接的人力在哪裡 補充的力在哪裡 你把工時縮短了以後 產生一些效益 到底誰來承接 是這些東西 工會不得不去思考 不得不站在民眾的角度 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是贊同 不是只有住院醫師 我們希望所有的醫師 都要 但是你知道這個工程多龐大 當主治醫師告訴你說 我要下班的時候 對不起 那後面誰接你 那這下子一下子之間 把我們的人力一下提升兩倍 臺灣現在的人力到底夠不夠 我們知道臺灣的人力 好像看起來大家知道是過剩 但這個過剩 這是因為我們大家付出的時間很長時候 驚在那個地方的 你要把它放鬆 一定要有補充人力 那這個補充人力從哪裡來 我相信衛福部談八年 待會兒有機會 我可以介紹一下 他這個八年的想法 從哪裡來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 衛福部的想法 朱約醫師覺得太長 醫療阿盟這些很多團體 他們也覺得這樣太長 需要加快速度 但是加快速度當中 醫界也要很負責任的告訴民眾 我納勞基法 對於你們的醫療的行為 所謂醫療的安全的品質 是無慮的 那這個點上 事實上工會很掙扎 怎麼樣去照顧到我們這些年輕的醫生 其實不是只有年輕的醫生 朱約醫師馬上就變主治醫師嘛 他主治醫師還是一樣要承接到 主治的工時也很長 這樣子的過程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惡性循環 你說我朱約醫師做完了 那我到了主治醫師 我要不要按照勞基法 當然要 好 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這是整體的 這個不是三年五年 這搞不好是十年二十年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擔心這件事情 才很希望說政府要在配套措施上 好好的去完成 那這樣子 衛福部先提出這個版本 那到底怎麼樣 我們是可以去探討 所以我覺得強調一件事情是 今天在全聯會的立場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病人的 醫療品質跟安全 在兼顧這個情形之下 怎麼去照顧住院醫師 第一步 接下來我們希望達到目的是 所有的醫生都要照顧 循序漸進的去降低 包括住院醫師跟所有醫師的工作時間 可是我請教一下顯光 剛剛我們用的資料 是醫改會所提供的資料 可是我們來看看 現在整個住院醫師的一些規定 之所以會有這個新規定 就表示絕大部分的醫院 恐怕公時都超過這個規定 才會說要求降低 現在是說每週上限八十八 那勞工現在的規定是說兩個禮拜八十四 醫生呢 是一個禮拜上限是八十八 所以他比勞工是double再多一點 每天上限是十二個小時 那如果你還要執勤的話呢 上限是三十二個小時 就是跨天啊 你就是至少工作一天半以上了 如果你精神狀況真的很好 那這個很難理解啦 不過你可以工作連續工作三十六個小時 每兩次職勤呢 必須要休息十個小時 每七天呢 必須要好好讓你完整休息一天以上 這是新的規定 換句話說應該現在情形 大部分醫院都不符合這個規定 我想問的是兩個東西在衝突 醫師是人 醫師一定會過勞死 而且已經有不少的案例是醫師過勞死 這個公時極為不合理 一定要降下來 可是一降下來的時候 很多醫界大老說會衝擊病患的權益 會衝擊醫院的運作 那怎麼辦 今天在座來賓只有我不是醫生 那醫改會站在民眾 我們還是支持說醫師要納入勞基法 那我們在醫改會現在2015年成立15年 我們15年前成立的第一場記者會 就是找了女醫師協會幾個 大家一起在講說 醫師要一個合理的公時跟保障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有范國棟醫師 幾位醫師就已經在談醫師納入勞基法 其實那時候勞委會這時代就已經在研究了 不是現在這一兩年才在講醫師納入勞基法 所以又在跟我們講說要等八九年 這實在是我覺得 研究了十幾年再跟你講說再等八年 我覺得這個是還是要的 那回到病人的角度 我覺得常常會有人說拿病人安全 或病人會反彈來威脅或關床來威脅 其實在病人角度覺得醫生當然也是人 他也不是神 他的確也如果是病醫生自己都過勞了 等一下蔡醫師大概也是專家 兩天不睡覺大概就跟酒駕一樣 誰敢讓他開包 特別是我們現在看到都是外科系的醫師 公時特別的高 那這樣的怎麼樣的安全 那國外像美國他們就是八十小時 歐盟就是六十四小時 新加坡也是 那他們的醫療品質訓練 也不能說他們醫療品質比我們台灣的差 他們這麼短的公尺訓練 那另外一個是說那不比這些歐美的國家 我們比鄰近的日本 醫療保險體系跟我們非常的接近 然後他們也是人口老化比我們快 社會住院比我們嚴重 住院人數比我們多 他們也是把住院醫師 他們叫研修醫師也納入勞基法 這個是在國內很多的勞動法教授 都有專門在介紹這個問題 那當然我知道幾位醫師過去非常清楚 但我覺得二三十年前的醫療照護的秘密 或醫療照護的複雜度 跟現在醫師要面臨的情況 當然是不一樣 那我像很多年輕醫師也說 他們願意說延長訓練的年限 確保病人安全 那國外這樣的訓練 也沒有覺得說訓練 壓壓場以後訓練的品質差 至少美國IOM他們做的報告 是沒有辦法證實說這樣的 降低公時以後會讓醫師的訓練變差 反而醫師因為他不會過勞 反而他可以學習得更專心更集中 也有這樣的paper在報告 那至於病人的角度 我覺得要談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醫師當自己醫師都過勞 注意力不集中 發生醫病關係更緊張 醫療品質不好 甚至我們住院的時候 有時候醫師也找不到人 因為人力很吃緊 或這樣的問題其實 特別是說大家也不敢走 有急重男性科別 最後醫療崩壞我們的急重 所以之所以四大接空 五大接空恐怕跟工時那麼長 大家跑光光也有關 對對 那當然這個大家也會說 那是醫師攻擊不夠 但我們回頭要講的是說 醫改會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講 包括今天在座 我看到兩位是小型醫院的 或基層的醫師 我們臺灣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住院醫師公時過程 都是在大醫院的情形 那我們現在給健毛 每給醫院三塊錢 就有一塊錢進到醫學中心 我們的資源配置 把錢都放在醫學中心 然後醫學中心就是充門診 我們也之前才開個記者會分析 醫院都在充門診 所以他就關住院 我覺得健保資源 要配置要硬下來 就是把一些輕症 初級的照顧病人疏擾到基層 然後讓中小醫院去承接 那住院的大醫院的門診 就要減少 他們的醫療人力就可以 不用照顧那麼多的病人 就可以照顧住院的病人 那整個人力的缺口 就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透過醫療制度的一些改變 就可以有效降低醫師的工時 可是蔡師傅 先請教你別的問題 你這禮拜工時多長 坦白講 你已經不是住院了 你是已經是主治了 對 不過在臺大醫院 一百多年來 我們的這個單位 跟婦產科急診 都是晚上主治醫師 在醫院值班 睡在醫院的值班室裡面 事實上我昨天也才值班 今天就來上節目 所以你從昨天到現在都沒睡 沒有躺在好的床上睡這樣 就是說可能你是潛眠 你沒辦法說睡得很安穩 甚至在call急救急救 你就是馬上精神就來 要必須投入 那像比如說像我們這個單位 叫做整合醫學的這個病房 專門收急診最複雜 那當你收到這樣子病人的時候 其實我想醫生的這個腎臟線 這個高度的這個運轉 尤其其實像我們算是中生代的這個醫師 你想到三四十歲還繼續在醫院打拚 我想這個你在放眼各個的這個行業 我想像比喻去像那個機師 他們也是在高度專注的這個行業 那在台灣 其實我們過去有做了一些研究 發現說因為像我的性質 是比較像內科的這個醫師 像內科醫師如果說在長時間 照顧這種複雜重症的這個病人 我們會變成交感神經會衰弱 就已經是撐到爆 那可是如果說這樣大家 民眾最害怕是說開刀的時候 如果說換手 那其實開刀那個是另外一個情況 開刀的時候反而醫生是交感神經 非常的興奮高度專注 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公時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讓民眾知道說 一個內科性的這個醫生 持續在照顧病人跟一個專注開刀 這是兩個不同的情況 可是你讓醫生都被尬在這個醫療的現場 最後是都會垮掉 那我的公時差不多 如果說我前一天值班到第二天 我要接完新病人 病人都安全了 病情也解釋我才能下班 公時長達四十多個小時 那你連續工作四十幾個小時 然後根本沒有睡上一覺的時候 你那個就是柯文哲柯P的那個 葉克摩團隊對不對 是 有人叫我們熱血人 你那個線不會接錯嗎 在我們是比較內科的性質 那我們這個團隊裡面有外科 我們是屬於內科照顧 他們開完刀後面的這個病人 OK 那我請教你 你怎麼樣看這些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把住院醫師 我們先談的是住院醫師 不過當然如果住院醫師 納入勞基法 想當然的 主治醫師也應該要納入 所有的醫護人員通通都要納入 那如果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 怎麼辦呢 蘇清權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說呢 醫師人力不足 如果納勞基法 醫院運作一定會產生困難 那怎麼辦呢 只好關病床 那關了病床 當然會影響到病患 現在病床已經擠到不像話了 你如果再關怎麼辦呢 可是公會要努力把醫師納入勞基法 然後高醫大的院長 他說呢 如果加班上限定十四個小時 剛剛好在開刀 是不是時間到 那醫師就脫白袍走人 不過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醫師 不會這樣做 絕對不會 可是那所謂的勞動部 會不會來罰你 醫師可能不會這樣做 勞動部 你為什麼這一刀可以說超時工作 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問題是病患大出血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現在已經是四大接空 如果再加急診的話 叫做五大接空 人都不夠了 你還要大幅降低工時 那不是更捉驚見軸 醫院不是更快倒掉嗎 雙和醫院的院長他說呢 住院醫師是受訓中的醫師 換句話說他還在學習 就跟剛剛張院長講的是一樣的 他還在學習 那如果說你把他學習時間變短了 那是不是受訓年限要拉長呢 那這會衝擊到現在整個醫院 醫師養成的這個階段 跟學習的這個整個時程 亞東醫院的主任 他說不能夠把醫院的工作量 全部轉嫁給主治醫師 那如果接下來 因為住院醫師的工時降低 會不會逼的主治醫師要下來 那是不是整個情形會更嚴重 你同意這些說法嗎 蔡醫師 我想其實這邊前輩所講的 也都是發生中的事實 那這個我們所成立的這個整合醫療 照顧病房 就是針對這樣子的這個情況 一個比較新的思維 用團隊照顧的這個方式來照顧病人 所以在我們團隊 當然沒有英雄 那在我們的這個團隊裡面 醫師他是有一個配對的這個關係 一個上班 一個下班輪班 那這個我想對於民眾 就醫的這個觀念 恐怕需要衛福部和各界很多的這個教育 因為在美國他們也開始採取 這樣子的這個團隊照顧的方式來做 所以你們沒有說要那個住院醫師 去負責什麼樣的人 或是主治醫師直接負責一對一 而是整個團隊去負責很多人 對是我們的團隊照顧 因為在我們的單位 沒有住院醫師 沒有實習醫師 你們沒有住院醫師 我們沒有住院醫師 沒有實習醫師 是醫生配對專科護理師 那所以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這個制度可以這樣改變嗎 這是一個創 等於是一個 用創意排班輪班的制度 來配套住院醫師的這個公司制度 就已經不是一對一 而是一個團隊對很多病患這樣子 是 這個東西的衍生 我們就像我這邊圖表講 這是衛福部的版本 從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他早期一定要補充人力 當然 當我們要住院醫師 納勞期法 一定要第一個階段 就是要補充人力 那現有的人力到底在哪裡 我們應該有六千個 所謂的專科護理師 這個東西的整個投入 可能就是一個 現在補充人力上的一個重點 是 那這是開玩笑講的時候 有的區醫院講 專科護理師還是在講 蠻有用的 好 到第三階段 如果你真的要納入 事實上整體的補充員額 一定要夠 當然 這就是從明年開始 衛福部為什麼要增加一百名公費生的原因 我們每年有一千三百名醫師畢業 其中有一百五十個 大概將近十幾percent 十percent 不投入職場 這個很可怕喔 訓練了七年 他不投入職場 退縮了 當然這些因素內外符合 這時間工時過長 這些因素都是一些狀況 是 但是對於他們來講 可能因為工時長 產生了很多問題 再加上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在民眾端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一直都是在指責 或是在要求 醫護團隊應該怎麼辦 我相信 醫改會怎麼樣 大家都很贊成 大家都在問 醫界該怎麼辦 護理界該怎麼辦 衛福部你該怎麼辦 回過頭來我來問一下 民眾你該怎麼辦 民眾在這整個事情上 他都沒有責任嗎 這一點 所有的民眾一定要思考 今天整個的醫療行為裡面 臺大有這樣的團隊 因為他們的整體制度上 他們可以去try 可以去做 是 張院長說醫院可能嗎 不可能啦 他一這樣做下去 馬上兩三下就被告了啦 臺大廟大 有他的power存在 圓榮醫院有可能嗎 OK 我要講的一個重點 民眾端的很多行為 在這整體的醫療事件當中 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對民眾的行為 去思考去考量 這一個點 對於我們的伊斯納勞基法 為什麼我們要投入那麼多 因為我們也擔心照顧不好之後 產生後續的醫療糾紛 是是是是不斷的不斷的投入 不斷不斷的週而復始 到底機身蛋來蛋生機 反正到最後這個問題 終歸要有一個方法來解決 不過那陳醫師我要請教你 現在衛福部當然也清楚說兩個問題 第一個工時真的極度不合理 一定要降 可是你如果降太快 對所有的層面都會產生衝擊 所以他說怎麼降呢 八年時間來降 包括短期呢 所以先用醫院評鑑的方式 剛剛我們看到就是醫院評鑑的報告 每週八十八小時 先把從一百一百二一百五降到八十八 中程是透過醫療法來規範 目標是七十八 然後長程是再降到一個禮拜 最多你只能工作六十八個小時 然後最後八年之後 再納入勞基法的這些規範 那配套當然有改善五大科的住院醫師 人力還有替代人意 或是相關證照考試等等的 我想問的是說 第一個這樣子的規劃 和不合理 對於你們住院醫師來講 能否接受 第二個剛剛我們談到 如果工時降下來 對醫療品質的衝擊 對病患權益的衝擊 對醫院運作的衝擊 是不是真的是臺灣無法接受 我們來看看 如果真的把醫師納入勞基法 對臺灣到底會有什麼影響 為了改善醫師過勞的問題 衛福部計畫在二零二三年 將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 不過醫界到老優心 如果配套不足 官床或減少開刀台數 都可能是最壞的選項 常跟醫院副院長謝灿堂認為 限制加班與工時 勢必提高醫院給付 請更多住院醫師 如果缺乏配套 恐怕造成醫療運行困難 曾經擔任醫生的國民黨立委 蘇清泉也說 醫師的工作特性和一般勞工不同 具有持續性和緊急性 另外他也提到 如果將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 可能會拉長受訓時間 住院醫師訓練是一個專科醫師訓練 他的養成教育裡面 像急診的訓練那是非常重要 而且還希望他們都很紮實 那如果有工時限制的話 可能他所受的訓練會不完整 核心醫院副院長謝炎妖也說 住院醫師就是要吃苦 沒學好民眾會受害 未來恐怕成為擁醫殺人 不過根據衛福部統計 18間教學醫院當中 有三間醫院的醫生 每週工作超過90小時 最嚴重還有每週工時150小時 儘管受訓很重要 但是醫生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同樣也會危害到醫療品質 所以陳醫師兩個問題 一個是八年納入勞基法 是否能接受 第二個如果真的降低工時 衝擊真的這麼大 我覺得必須要先說明 我覺得第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講說 有一個時程 好像說一定要時間 要降到什麼程度 才可以納入勞基法 那我們也都知道說 勞基法好像有什麼雙週八十個小時 這種閒置 但是其實如果你去細翻勞基法 或是甚至你去看說 當初台灣其他 比如說護理從業人員 或是其他的醫事人員 當中納入勞基法那個歷程 你跟他說服務業的員工 在納入勞基法的時候 其實他有修訂一個條款 叫八十四之一 也就是所謂責任制工時 那他其實針對勞動特性 比較沒有那麼相同 跟傳統典型員工不同 其實醫生就是這樣 這樣的狀況 他們有一個可以另行一定工時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對於所謂降到多少 我直接講 如果現在直接把我們現在的規範 直接放到勞基法八十四之一裡面 然後去變成所謂的勞基法 所說的那個建議的那個工時 去替代原本既有的工時規範 現在此刻就可以拿到勞基法 因為他是另行一定工時 他跟傳統的工時制度 並不相同 他不需要受到雙週八十個小時 或雙週八十四個小時的規範 所以他其實可以重新談一套工時制度 來適應所謂的醫療的特殊性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談的 等一下 陳醫師 所以你認為應該現在納入勞基法 可是不是用一般工時制來規範醫師 就不是說單週四十小時 或是兩週八十四小時 而是也許包括責任制來規範醫師 或者是說另定工時 由勞固雙方來去評醫師 基本上從我 可是這部分是勞動部所反對的 因為你如果是濫用責任制的話 對醫師的權益不見得有好處 所謂的濫用責任制 在當初其實是針對某些行業 其實比如說 比如說最常見的是 有些有些行業 其實他明明就不屬於勞基法八十四之一 所列的那樣子的一個工作特性 那他去使用勞基法八十四之一 然後去另行一定工時 這樣子的確實叫濫用 或者是說他拿到勞基法八十四之一 他沒有明定一個工時的上限 變成工時無上限 這很少要濫用 可是醫生狀況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所謂的間歇性 間歇性的工作 比如說或是監督性工作 其實跟醫生都非常非常類似 比如說值班就是非常非常借鑓性 我有可能一個晚上 我可能可以睡個30分鐘一個小時 然後被摳起來 然後再繼續工作 其實就是所謂的間歇性工作 那比如說我們常知道八十四之一 目前現在留在八十四之一 最有名的保全 保全業者很有可能 很多人可能也是類似的狀況 一個晚上可能不會每個晚上 整個晚上一直都有事情 但是他可能有事情 他就要出勤 有事情就要出勤 那中間可能可以有一些自己看書 或是休息的事情 不過陳醫師這個立場 一勞盟也同意嗎 就是說先納入勞基法 但是另定之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不管是住院 或是主治的工時 讓醫生跟醫院自己去協商 其實因為像住院醫師 他是在訓練階段 那我們就覺得說在訓練階段的 這些保障相對住院醫師 他沒有辦法是跟上面去反抗 那我們就是有看到說 在很多的這個情況 住院醫師他被當人力 比訓練他的這個情況更嚴重 就是被拗了 我想這個大概從醫界這樣子過來 大家可以瞭解這種情況 那所以大概醫勞盟的立場 我認為說除了住院醫師的這個部分 要注意年輕的組織醫師 這一個族群的這個配套 一定要同時來進行 可是如果納入勞基法的話 你們人就是這麼多嘛 你不管是說八小時 真的是不可能 十六個小時 你剩下那八個小時 還是要有人頂 人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所謂的醫療品質 或是因此而醫院大幅的 關閉病床甚至倒閉 這也不是你們的見 其實我覺得要先講到一個 很有趣的概念 如果大家再回去翻 大概今年年初 在福茂或是在自禁區的那個時候 我覺得醫療能力 到底是多還是少 是一個可以被操作的題目 你在看到那個時候 你就會說 大家就會說台灣醫療能力過剩 然後要往外輸出 要去服務其他國家來的病患 要幫台灣的健保賺一些錢 挨注台灣健保資源 在那個時候 醫療能力是多的 太多了 沒有病人可以照顧 在現在談到住院醫師 要納入勞基法 要爭取公尺規範 就變得太少了 我要講的事情是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先釐清一個狀況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談的是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是一個 跟醫師是不一樣的 住院醫師在 在通常現在目前 現在普遍來講 住院醫師聚集在大型 大型的醫學中心 他們在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跟我在做的事情 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負責一線的臨床照護 我們剛剛聽到很多人 就剛剛聽到顯光說 訓練年限可能會延長 為什麼大家一聽到訓練年限延長 很多就是學長們 就可能或是前輩們 可能就覺得 這個大家會接受嗎 為什麼我們大家對於訓練 年限延長 這件事情這麼的敏感 因為我必須要講 在目前臨床上面 目前現在我看到的事情是 住院醫師在做的事情 是大家最不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所謂的爛死 就是幫忙 我這樣講 就是那個最不得到credit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臨床 我盡心盡力照顧病人 可是我的貢獻 可能沒有被看到 我也沒有很多 足夠的資源 然後又是最辛苦的一段時間 然後又要 又要每日每夜的值班 然後一線值班 然後晚上要處理病人 這些狀況 那我會看到的事情是 這些工作就由這群人 永遠都有這群人來頂替 沒有其他人來幫忙 那所以當然大家對於 要做這件事情 就會很遲疑 就會感到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這段訓練時間 非常非常的苦 那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其實如果說 你能夠有其他的人來進來 比如說我這樣講 一線照顧 一線照顧 就是一線照顧這些病患 不一定要有住院醫師 組織醫師也可以做到 比如說剛剛學長 在整個病房 其實就是組織醫師在一線照顧病患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可以做 也就是說人力的分配 其實如果說我們今天讓 一線照顧的工作品質 收入 然後還有未來的職業發展 都可以做到很好 甚至我今天 我做一線照顧 我組織醫師可以做一輩子 我可能工時不長 然後薪水也不會太差 然後我還可以升教授 或有學術上的發展 其實大家會願意做 所以第二件事情 我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在醫療上面 都會非常著重一件事情 叫做供給誘發需求 今天我是醫師 我去急診 我跟病患講說 你這個要住院 你這個要開刀 很多病患是會相信的 可是究竟病患 需不需要住院 需不需要開刀 需不需要做這些治療 其實是有跨線mark的 我們在 尤其在醫院裡面 也會聽到很多科部 在檢討的時候 都會檢討說 你這個月的佔床率多少 醫院是會決定 如果你醫院床空太多 床空太多 沒有收病人進來 醫院會虧損 或是醫院會賺那麼多 對 會有業績壓力 在有業績壓力的時候 不該做的檢查 不該做的手術 都會進來 不過院長 這個其實就是 已經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想請教 剛剛台大說 他們其實沒有住院醫師 他們是用一整個團隊 去照顧很多的病患 可是剛剛秘書長 講得很清楚 台大加大業大 他有足夠的人力 去可以做調度 如果同樣的去大幅降低 不管是住院或主治醫師的工時 對於區域醫院 或是對於那種非都會區的醫院 衝擊會更大嗎 因為他這個就是 全台灣的人力 就是這樣一個病 所以呢 你要知道說 本來在非都會區 沒有這個改變條件的情況下 就已經比較難找到 適當的醫生 原因就是說 大部分人願意在都會區嘛 也就是說 台大醫師 你大概會考慮 其實台大本身是台大的因素 還有一個台北的因素 他可能有區域的因素 就是說 台灣大概 我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桃園與北 這個北台灣 包括北北基 大概應該佔了差不多四成的醫生 也就是說 在北部佔據了很多的醫生 那全部的醫生人力就是這些 當你這個勞動人力 勞動工時調整之後 減少之後 會刺激需求 那需求增加的時候 他人力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變成是 大家來競爭 競爭的時候 就是當然 你非都會區一定競爭輸 所以會加重非都會區的一些 人力的缺口 那剛剛我想 秉慧兄這個講的 也許可能有點激動了 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這樣 這樣子說 住院醫師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這個是很重要一個觀念 就是說 住院醫師就是在學習 那我們很多的 剛剛講說 因為住院醫師還是會變主治醫師 那主治醫師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剛剛說 我同意參議長說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需要配套 我們需要循序漸進 就是說先 住院醫師來實施 是因為說 現在病人照顧他的最後的 in charge 最後的主負責的 病患的這個所有的安全 由主治醫師來負責 所以如果現在就算實施 住院醫師的這個工時的調整之後 有主治醫師在後面當一個back up 一個一個 最後的一個主持這個病人的 一個狀況的話 其實還有一些 我們有一個安全的把關 如果說一下子 全部都納入勞基法之後 這些條件沒有改變 現在目前的人力沒有改變 剛剛顯光也講 因為現在目前的醫學中心 擔負了很多 不應該擔負的責任任務 我想這個不是不能怪醫學中心 我不是要怪醫學中心 我想我們整個醫院協會 是整體的 醫學中心他也不願意這樣 所以剛剛我想 那個秘書長講的 沒有錯 我在很多的廠也講過說 我們現在的主管機關 常常都要把責任丟給醫療提供者 可是從來沒有好好去教育民眾 民眾可以早上看 台大下午看 常常晚上看 龍種 隨便看 沒有任何的限制 好像是百匯公司 對 資源就是這麼有限 這是一個很昂貴的資源 在很多國外先進國家 是個很昂貴的資源 我們現在把它當作便利商店在用 到處可以看 我們的醫療院所 像診所比7-7還多 比所有的便利商店還多 便利商店現在大概九千家 我們中西陣署兩萬多家 便利商店這麼 在台灣已經那麼方便了 可是我們的陣署比他還多了 所以我說這個 那這個現在目前這個現象 民眾也沒有被告知說 他必須要好好去珍惜這個資源 所以院長這會不會就是 那個陳醫師所說的 攻擊刺激需求 所以說其實病患根本不需要住院的 大家都要睡著 剛剛閒光也有講 沒錯 我們其實就跟他講說 大幅減少不必要住院的 這個情形 然後讓所謂的合理工時可以達成 對 主持人說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平均一個人 一年看十五次多 十五點多次的門診 在美國大概三四次而已 就是平均一個人 看了門診次數 不是只有住院 門診也是看了很多 就是說我們這些東西 有些是過多了 那很多的初級照顧一般的門診 不應該在醫學中院癱瘓了 他本來應該做急重難症的責任 就是很多的醫生 其實他本來應該在醫學中院 好好做研究 好好做教學 好好做他們急重難症的服務 那這個是他的重要任務 可是呢因為他的時間被癱瘓掉 這也是秘書長講說 民眾自己要 這個一定要教育 所以很簡單的講一下 你回過頭來看 台灣的民眾對於這樣子的情形 為什麼都要到民進大醫院的急診 晚上值班的時候 如果是住院醫師 他告訴你講一句話 你去給我找主治醫師來 民眾端的很多想法 那醫療端很簡單 我要為了怕醫療糾紛 會怕很多問題 我要努力啊 努力當然跟著我要跟著走 所以我說 到底是機針彈 誕生機這個問題 已到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真的很難有一個 確確的答案 那住院醫師有個特色 因為他還在學習過程當中 沒有一個行業跟醫生一樣 你閉完業之後 你還要有學習的過程 才能夠養成你的教育 變成能夠獨當一面的醫生 這個點齁 其他行業沒有 所以這個階段變成 我們要特別去呵護照顧 這個點全聯會一定關注到這個點 所以在這個當中 我們就很多真的要提出來 當住院醫師人力不夠的情形之下 補充人力一定要上來 是 但是對於後續 是不是真的需要增加我們醫生的原額 那個東西只有一個前提 當我全部的醫師都要納勞基法的時候 勢必不夠的時候 住院醫師的原額 因為一個醫生的養前是在十年 十二年之後 才算養成行程嗎 那個階段再來談到 所有醫師納入勞基法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可能才可行 否則眼前的階段 先把我們所謂的專科副理師 或所謂的醫師助理 先讓他行程推上線 幫助這些住院醫師先度過 我們談的其實很多都是環環相扣 一定的 病患的就醫行為 就醫觀念 然後現在的醫療能力 然後健保制度 還有整個醫院的配置等等的 可是其實不管支持或反對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觀念 工時實在太長 一定要降下來 因為我們不希望這個事情一直發生 零九年齊美醫院的住院醫師 蔡醫師呢 他每個月平均 當然有當然大幅超過 每個月平均超時工作八十四小時 每個月倒下去 抓起來過勞死 那醫院被判賠要賠七百八十萬 一零年臺大醫師陳志全 猝死在家裡面 然後呢 他說一天大概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 然後一一年陳大醫院的實習 醫師也死在宿舍 然後呢他說連續值班三十六個小時 這是過勞死 高雄長庚組織醫師 在手術的時候 然後呢心跳一度停止 高雄長庚也是因為所謂的猝死在家裡面 質疑說因為過勞死 我想問的是說過勞死的情形 比比皆是 但是總不能讓他一再的放任下去 我們來看看怎麼解決 蔡柏槍原本是台南奇美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五年前疑似工時超常過勞 在開刀房突然心肌梗塞昏倒 搶救後還是損害記憶 只記得同事不記得老婆小孩 為此家屬訴請醫院給付 退休金和職災賠償 不過一審判決醫院應給付124萬退休金 但醫師不適用勞基法 醫院沒有過失侵權行為 因此駁回 但是二審逆轉 改判醫院必須給付賠償金780萬元 法官也認定 只要你是受僱的醫師 其實你就是屬於勞工 那院方的話他就是資方 他必須要負起保護勞工的一個責任 這也成為國內第一件醫師職災勝訴的案例 醫勞盟理事長張志華說 住院醫師每週平均工時可達110小時 擔任台北某醫學中心外科住院醫師的 江冠宇不會延 上班加值班時間連續上班 36小時不回家是常有的事 為了改善住院醫師血汗情形 衛福部表示從今年起規定 住院醫師每週工時不得超過88小時 而且要正式納入醫院評鑑 如果不符合規定就要死盪降級 不過民間團體質疑住院醫師上班不打卡 公時資料都是醫院填好的 很多黑暗公時衛福部根本積查不到 寫光我們剛剛從各個不同層面談到說住院醫師的角度 也談到說是個極度不合理的公時 但是也從所謂的醫院經營管理 從病患的這個角度來去談這個問題 可是總是該解決 你支持同意衛福部這個八年逐步的納入所謂的 勞基法的規劃嗎 我們當然覺得說當然不可能一蹴可擊 但其實拖八年或九年 這個時程我們覺得實在是太慢 可是有些醫界大佬還認為八年太快準備不及 八年其實這這就是一個提升單或誕生機的問題 那你看如果說在醫改會跟幾個醫療團體連續推要求說把住院醫師公時 用八 每週八的八小時列為評鑑 原本還只是視評鑑項目 後來列為重要項必要項目以後 你看其實一百零二年跟一百零三年 除了內科以外 其他的情形是越來越嚴重 還有八成八不合格 對 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其實很 其實臺灣醫師人數總量 在那邊地方其實是夠 但是就是因為這些艱困科 越來越沒有人要去 其實是有惡性的循環 那如果再拖越久 其實這個問題缺口 是不是會越來越嚴重 挑戰越來越大 那這中間當然還有一個迷思 因為當初幾兩三年前 就跟 當初是勞委會 包括我們醫改會幾個醫療團 所以你支持陳醫師剛剛講的納入 但是讓醫師跟醫院去自己訂公司 當 當初就有討論 其實當初勞委會就有講說八十四支一條 雖然對一般勞工是要逐步的把它縮減 但在醫師這個地方 其實是可以優先從八十四支一條去做 那現在評鑑初步的結果 有些住院醫師的工時 其實是可以 他們就有一個指引 你就用指引每週八十八小時 然後考慮到科別 你就把它用八十四條之一 勞固契約 然後勞政機關去認定了以後 那這個地方就是有一個迷思 並不是說只能工作說每天八小時 或延長工時十二小時 其實就是看大家的勞固 每個人的情形去訂不同工時 蔡醫師你剛剛沒有回答我 你支持陳醫師那個方案嗎 先納入然後另訂工時支 我覺得對於住院醫師的這個保障 我覺得我們是肯定 但是我覺得說住院醫師的後面 就是我們年輕的組織醫師 那這一塊也是應該要快速的 一併來處理 因為這塊才是臺灣目前照顧最重要的 這個人力值 透過這個東西 所謂的不一定是僱傭 醫院跟醫師的協商來解決 好 八十四條之一 因為勞棄法是天底下最大的法 我坦白講一句話 這個法的設計 對醫生來講是好 但是我們有個判例 也已經很清楚了 其為那個醫生 他雖然不是勞工 但他適用勞棄法 是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很想講的 所有的東西要做得到 你八十四條之一 也要補充工時 那你要跟醫生 要跟醫院是每個禮拜去談 還是每天談 還是一個月談一次 所有的補充能力 我覺得眼前的狀況 對於住院醫師的解決 趕快讓補充能力上來 專科護理師的制度 怎麼樣趕快建立 或者是醫師助理 趕快怎麼樣建立 是 補充完了以後 其實年輕住院醫師 才是也講了 年輕的主治醫師 馬上也面臨這個問題的話 所以我覺得 到底醫生的人力 需不需要每年再多收一千名 也一百名 已經在明年度開始 就要實施的 這個東西大家要做下來談 是 未來全部醫師都納入之後 醫師勢必是不夠的 一定的 當你工時變成一半了以後 一定不夠 一定要多出一倍的人力 才能處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必須將醫師的補充能力 我講的不是助理 專科助理師喔 是 是醫師的補充能力 哪怕像新加坡他們是什麼 外聘的醫師是不是要進來的 類似這樣的情形 都在臺灣變成要考慮了 那院長可以給衛福部一些建議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他最基礎那個人力 就是剛剛講的 他可能從學校的配置的人力 開始就要做改變了 因為他人力不夠了 後面 當然剛剛 選方講我也同意就是說 他的分配 就整體資源的分配 就是這些人力分配下去 有些醫院他真的是 那個醫院就真的是 全部都過了 不管是主治醫師 治療醫師 因為他的負 連院長都過了 院長過了 對 他負擔的這個責任跟任務 已經超過他原來 應該要做的預期的 對 這就是第二個 當然就是剛剛講 另外一種是叫輔助人力 我講法是輔助人力 就是說比如說是 我們叫NP 專科護理師 或甚至於叫醫師助理 這一類的人力的 他的工作範圍 工作的這個法定的設定好 那這些可以協助 目前在 尤其我們在社區醫院 協會這個裡面 大部分的會員 大部分的社區醫院的 尤其包括現在 我想連區醫院也是 他住院醫師 大概招不滿的 醫學中醫院都招不滿 所以他很多的 是靠輔助人力 像我們醫院大概就是 醫生都是專科醫師 可是呢 住院醫師的功能 都是由就是合法的專科護理師 來這些輔助來協助 對 那未來可能這個部分 可能要能夠更更擴大 假如你這個住院醫師公司 要調整的話 在現階段 你一下子沒辦法補充 那麼多充足人力的時候 會需要這樣子 不過陳醫師 剛剛我們當然 從不同的角度 可是在座你是 目前最直接的 不一定叫受害者 受衝擊的人 怎麼解決呢 還能再等八年嗎 我必須要講 第一件事情是 我大概從大五的時候 我開始做醫療小組的時候 我就在談 我們就在推這件事情 五年過去 還在談這個事情 沒有東西 好 那第二件事情 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我還是要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還是要去正視 所謂的供給優法序 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些很多東西 不是民眾的問題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醫療 供給這類似醫師的問題 因為要去 要去站床 或是要去衝量 這是醫師經 或是醫院經營者的考量 醫院經營者去施加醫師的壓力 對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是必須要被解決 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事情 是我們看到很多 假日飛刀手去中國 幫中國人開刀 或是我們看到很多醫生 外科醫師可能投入醫美 那這些人招回來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 把這些人給留下來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把 我們必須要把五大科的工作條件 給改善 然後有一定的保障 這些人才願意回來 對 那我要接下來 我要講的 我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剛剛說 過了很久的第三階段 讓我勞機法之後 要每週公司68小時 每週公司68小時 不是勞機法典型的 不是勞機法典型的公司 所以其實暗喊 就算就要當勞機法 一樣也是走八十十一 其實基本上應該也是這樣 八年後還是68個小時 對 一樣是 也不會四十小時 那一樣是走八十十一 那我就要問了 那為什麼不現在就走 對 為什麼不現在就走 我可以很簡單告訴大家 就是為什麼不現在就走 因為現在的公司 平鑑的狀況的88 跟勞機法88是不一樣的 公司平鑑的88是可以平均的 是可以造假的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假的東西 可是勞機法88 是一個都不可以假的 那萬一如果你們跟 醫院協商出來 還是每個禮拜 100個小時怎麼辦 基本上如果以前 目前勞機法 他們的80機的運作方式 他會直接由勞動部 直接下一個命令 規定每個醫院 都必須要遵守這個規範 他不是單純醫師跟 醫院之間協商 就像保全業也是一樣 希望過勞委員會 有些感覺一直存在你的記憶裡 想把那些藏了好久的感覺 找回來 我們需要的只是勇氣 我想通了 如果你不夠勇敢的話 我勇敢就夠了 我不要再錯過了 我不要再錯過 可以跟你說早安的每一天 周一至周三晚間9點 16個夏天 就在公共電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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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